胡老师的发言显得有些沉重 但是更沉重的是 这对仅有二十多岁的小夫妻 他们的婚姻将会何去何从 两个年幼的孩子又将如何安置 观察员宗岳英 首先带着肖先生进入了密室 对这个老婆的那个 在我那一块 我们都在心里就是 等于是跟我上了一堂课 我很深刻的就是在心里面 因为都会记住在这个 你的问题是比他大了 他确实付出很多 你确实跟没世人一样的 钱你不要我挣好 反正我要揣在兜里 等一下我说不定 还就买个彩票 你现在还剩下多少 你应该告诉他 因为你们的收入是共同的 是一个要拥有一个家庭的 你大概有多少 大概是两万多 虽然金钱的多少 不能代表感情的深浅 但维系家庭经济的正常运转 本就是一份责任与担当 该如何让眼前这个家庭 重新拥有温暖和幸福呢 观察员宗岳英给出了两点建议 那你就是把你现在 攒到的两万块钱 先交给他 然后每年存多少钱 交给他 把房子先装修起来 你生活性要维持好 如果他愿意接受 众所周知 婚姻的牢固离不开经济的支撑 更离不开平日里点点滴滴的温暖 要记忆挂着 哎呀我的老婆孩子今天怎么样了 特别孩子生病了 你要心急活了的 那是你的孩子我的天 你是不是小时候也很缺爱 父母对你也是可能不怎么的 很少 就跟他们很少 跟他们接触 也很少跟他们接触 很少跟他们接触 因为我都在外面 也是一年才回忆 但是那是老一辈了 你是年轻人 我们那个朋友时间长了 都会点个赞啊 都会问句好啊 你在这一块你就 比我老人家还落后于形式的 我都玩得转转的了 你是男孩子 你主动一些 你是有家有口的 有责任有义务的 随着科技不断进步 交流的形式变得多种多样 但不变的应该是我们内心 始终有着一份对亲人的思念 和对家庭的牵挂 最终萧先生也表达 只要妻子肯回头 他一定会以全新的面貌 来维护家庭 我为这个家庭要 不得责任 对这个感情要重视 而且不各方面 不好的那个习惯 要最后整个改革 每个月回去 一两次 每天打电话 发信息 因为我是向他方式 保证这个 每天要做到的 肖先生这边 为了挽回妻子 有表态也有决心 可离女士这边 又是否有归心转意的可能呢 如果他能当起来 我可以原谅他 但是前提是我要放过我自己 我要离婚 也就是说 你其实你现在想的是 不管怎么样 我先要离 对 离完之后 他能怎么样 再说 对 我需要把这所有的事情放下 八年以来 包括从夏庆 第一次认识 一件一件地接出来 我自己过不去 他所做的事情 他不是故意的 就是我们说有一个人 我不会做这件事情 和我不愿意做这件事情 可能是 从主观态度上来讲 是有区别的 他真的让我寒心 肖先生这边 能够平心静气地 接受妻子的离开吗 调解 马上回来 密室结束 了解一下两位当事人 现在做了什么样的决定 谁来说说 我还是今生 我刚来的决定 离婚 在这段婚姻当中 我也有错 他也有错 其实当初提离婚的时候 我就说过 我们安安静静地离 我们会是很好的朋友之类的 如果你有成长 你有担当 我们还可以继续 我的话一直没变过 小先生 你听懂他最后说的那段话的意思吗 听懂 所以你能否尊重他这个决定呢 我接受 不管怎么样这么多年 谢谢你 让我知道了责任 让我成长起来 我也谢谢我的妈妈 我爱她 以后的日子 我自己努力会去过得很好 所有的所有 没有对不起吧 谢谢 小夏你这样来理解啊 别伤心啊 最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尊重你的感情 我们不能在这里去强迫任何一个人 用婚姻去交换感情 小夏加油好不好 谢谢各位老师 你自己加油啊 放松一点 虽说最后李女士对丈夫关上了婚姻的大门 但她最后的表态也给萧先生留下了一条充满希望的小路 我们期待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萧先生能够早日变得足够优秀和成熟 让李女士愿意重回她的怀抱 也借此提醒所有被催婚的人 决定你要不要结婚的不是父母 不是年纪 更不是某些约定俗成的惯例 结婚只能是因为你找到了那个爱你 并且愿意陪你走完一生的人